苹果MacBook发展这么多年 一直在笔记本行业里处于长盛不衰的地位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软件生态封闭且稳固 二是工业涉及优秀 可能近些年的刘海屏引起了大家的不适 但不可否认的是 MacBook在女性消费群体中依旧有很强的吸引力 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 我看到了很多个买错MacBook的案例 主要原因正好和MacBook长盛不衰的因素对应 一 没搞清楚专业是否需要苹果 听说苹果专业所以盲目选购 二 瞎买 可能是因为本身用的是苹果手机 所以看中品牌和外观就买 结果根本不符合自己的基本需求 说不定后续还会想方设法装个Windows系统 进一步折磨自己 那为了解答MacBook该如何选购这个问题 我们这期视频就来探讨一下 哪些人应该买MacBook MacBook目前能干什么 以及我们究竟该买哪款MacBook 让我们首先回答第一点 哪些人应该买MacBook 在我看来 通常有这么几类人群可能会考虑买MacBook 一 我在使用老款MacBook 是Intel芯片的 觉得性能不够用了想升级新款 二 我没有电脑 但准备去上大学或者准备入职工作 需要一台电脑作为新环境的生产学习工具 三 我手上有Windows电脑 但是我觉得它不顺手 果听KOL说 苹果电脑性能强 续航长 想换一台试试看 那这些人到底应不应该买MacBook呢?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之前用的是Mac 尤其是Intel处理器的Mac 从硬件性能提升的角度来说 我很推荐你换成新的M芯片MacBook 无数篇关于新MacBook的评测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 新芯片的续航长 性能强 使用感受比原来Intel版本要好不少 体验上升了一个台阶 而且目前已经是第三代M系列芯片了 很多软件公司都更新了原生适配Arm芯片的软件版本 兼容性的问题已经改善非常多了 这里有一个网站叫《适用于苹果芯片》了吗? 你可以查到你需要使用的软件是否原生支持 还是说需要通过Rosita 2转易运行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 比如我这边采访到了一位同学 他之前用的也是Intel的Mac作为开发工具 在M1推出之后 他也很快换成了新的MacBook 但尴尬的是 软件适配了 开发的环境包并没有适配 这种情况对于一些专业人士来说可能很常见 因为在使用软件的时候 不光是需要软件本身 还需要看你常用的一些插件的兼容性 这些问题需要在选购前筛查清楚 好的 第一类人群说完了 这类人是典型的有充足的MacOS使用基础 因此换成新的Mac也没有太多的过渡成本 但第二 三类人群 他们没有接触过MacBook 对于这类群体 目前我的建议是 MacBook所谓的性能强 易用 好用 都是有局限性的 如果你有明确的游戏需求 那听我一句劝啊 苹果电脑还是算了吧 如果你只是为了干活或者学习 那可以参考前辈 同事 学长 学姐的电脑选择 他们大多数人选啥 你就选啥 大概率不会错 好的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MacBook目前能干什么呢? 我个人最关注的那肯定是游戏娱乐等方面了 那我刚才直接否定了MacBook玩游戏 这是为什么呢? 它的图形性能分明很强啊 那是因为原生的Mac游戏目前还是太少了 虽然原生适配的游戏 它们的帧数表现非常不错 像神话维基8 博德之门3等等 但如果没有适配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Mac相比M芯片刚发布那会儿 跟Windows完全隔绝 现在已经打通了一部分互联的道路 很多Windows软件通过转译的方法 可以直接跑在M芯片上的MacBook 可能还赶不上以前Intel芯片的时候 直接能装Windows系统的状态 但可用的程度比我想象中高多了 不过 转译之后 电脑的功耗发热会比以前更高 效率也会一定的损耗 而且还不一定能完美兼容 好消息是 苹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今年的WWDC 苹果发布了GamePorting Toolkit开发者套件 这个新工具可以把DX12的游戏 直接转移成Metal来跑 确实是一个很牛逼的技术 也正是依靠这个技术 一些很新的游戏 像2077 老头环 CS2 都可以在Mac上直接玩了 这个流畅度你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但它对Mac的配置有一定的要求 根据我们的测试 16G以上的内存 加上M1 Pro以上的配置 才能够正常运行 乞丐入门版就别想了 但到了这个配置的MacBook Pro 同价格能买到性能非常好的Windows游戏本了呀 各种三大作原生爽玩运行 完全不用担心接种性 它不香吗 除了打游戏以外 重度娱乐还包括刷剧 看直播 听音乐 这些方面MacBook倒还是有些长处的 因为Mac的屏幕除了刘海设计以外 的确是没得黑 素质那确实是笔记本里最高的那一档 再加上亮面玻璃覆盖 观感相比普通笔记本的雾面屏会更加通透 应付看电视剧 看直播的场景 当然也会更舒服 MacBook的音响在笔记本里也是数一数二的牛逼 这个我们几乎每一期Mac评测里都会展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翻译一下这几期视频 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 手机可能是最重要的娱乐终端 电脑更多的是用来学习干活用的工具 那Mac作为工作的工具来说 这些年有没有变化呢? 我觉得还是有的 首先是基础办公商 虽然Office套件在Mac上还是以前那个状态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云文档类产品流行 大家都在使用这里应用进行办公了 说白了 只要你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浏览器 啥系统都一样 但如果你的公司依旧比较传统 同事们都在用离线的World进行文本编辑 用Excel来做数据统计 当你带着Mac进到办公室里 打开Keynote做PPT 那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因此最好的处理办法还是老样子 到你的工作环境里 看看别人用的是什么设备 如果全都是Windows 那最好不要把Mac当成你的主力生产设备 当然更进一步的技术类办公 Mac跟Windows更多的是细分软件上的区别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做视频来说吧 我们习惯了在Windows平台下 用PR来剪辑 用AE来做动画 用PS整备素材制作封面 用ArchTime做字幕 用Media Encoder导出 这些软件的大框架都能在Mac运行 完美适配啊 但如果是一些更具体的插件 AM系列的Mac适配起来就没那么好了 再说了 内存和硬盘的开销是实打实的 同样高配的Mac跟PC 那价格完全没办法比啊 也是基于这几个原因 我们依旧把视频制作这个流程留在Windows平台上 不过我们这些年也确实见识到了Mac进步神速 面对于一些流程更简单的个人制作者 如果不需要额外复杂的插件、动效、动画 只需要简单的拼接、转场 那PR或者达芬奇 甚至是Mac用的最广的Final Cut 对于这里用户来说是非常高效且方便的 举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 就算是面对Mac最擅长的剪视频 也可能面对不同的细分领域 在不同的领域里 它能发挥出来的特长也是有区别的 如果把这个生产力泛化到其他的工作领域 也是同一个道理 例如代码编程、音频制作、平面设计等等 如果你干的活很硬核 需要高配、大内存、大硬盘 那电脑是什么平台、什么系统 可能并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啊 好 探讨完目前MacBook能干什么之后 接下来最后来聊一下第三个问题 我们究竟该买哪款MacBook 聊这个我们就不准那些概念性的东西了 直接细分产品线 MacBook目前分为两个系列 Pro和Air 前者代表专业 后者代表轻便 在这里请允许我批评一下 苹果以及整个数码行业对于Pro的滥用 直接导致了很多消费者买错产品 iPhone Pro、iPad Pro、AirPods Pro 这三款产品的Pro程度远低于MacBook Pro 很多人因为买了iPhone 比如说iPhone 15 Pro 感觉很好用啊 所以说买Mac的时候 习惯性的选购了带Pro的MacBook Pro 最终发现自己买了一台性能溢出便携堪忧的健身器材 使用体验大悲剧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 在MacBook里 Pro代表专业 Air代表轻便 普通消费者没有必要买MacBook Pro 那在MacBook Pro里 产品还分为两个尺寸 14和16英寸 其中14英寸我把它定义为 兼顾生产力和便携性的全能工作站 还是要注意啊 这台电脑依旧偏重 这不是轻薄本 不适合普通大学生 我们继续看配置 MacBook 14有三种核心 分别是M3、M3 Pro和M3 Max 其中M3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除非你买MacBook 单纯是为了尝鲜 来体验一下专业人士的感觉 否则苹果官网提供的两个配置版本 均没有购买价值 必须升级 例如做一些日常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剪辑 我们需要16GB内存 如果有更专业的内容创作需求 就需要配备更大的内存了 那如果你的工作确实需要更大的内存 比如36GB 那核心也就必须升级 这个时候离谱的事情就来了 M3 Pro最高只支持到36GB内存 想要更多内存 就必须升级到M3 Max处理器 这我其实也可以理解嘛 毕竟这个捆绑销售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这都是隔壁汽车圈玩剩下的 但后面就有意思了 当你在M3 Pro的基础上加5500元 升级到14核CPU 30核GPU的M3 Max的时候 你只能选择 再加6000元升级到96GB的内存 下面的两档内存选项是选不了的 如果你不想浪费钱 只想选配48GB内存 那就必须在M3 Pro的基础上 加上7500元 选配最高级的16核CPU 40核GPU的M3 Max 只有在这个配置下 才能选择48GB统一内存 这种跳跃型捆绑销售 我还是第一次见 研究完内存之后 我们会发现硬盘这边直观许多 除了最高的8TB是M3 Max独享之外 其他你的硬盘容量都可以按需升级 有一说一 这个定价是真够贵的呀 如果处于学习阶段 那1TB加上iCloud也够了 即便不够 也可以通过外接固态硬盘解决存储的问题 只不过没那么优雅罢了 总而言之 选多少G内存 硬盘 跟Windows笔记本的选购思路是接近的 视频剪辑 内存 硬盘越大越好 内存的容量对于生产工作来说是一视同仁的 别相信网上说的什么 苹果8G等于Windows16G这种屁话 除了存储容量的部分 今年的M3 Pro跟M3 Max在核心性能 图形性能上差距也不小 不像M2 Pro那样入门版性价比爆棚了 如果你的工作真的对性能有硬需求 那我更建议你一步到位M3 Max走起 最后补充一点 M3版本标配的是70W适配器 不支持快充 个人建议条件允许的话升级一下充电器 说完14英寸的MacBook Pro 16英寸版就好理解多了 它是真正专业的移动工作站 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领域 这类产品属于重型生产力工具 普通人没事真别接触这玩意儿 了解了MacBook Pro 16的定位 选择起来就方便多了 M3 Pro的内存最高也就32GB 硬盘其实可以买512GB或者1TB版本的 因为这台电脑很重 买它的人移动需求肯定很少 可以外接硬盘省钱嘛 同样的 如果你的专业工作需求超过32GB内存 那就只能买M3 Max版本了 同样也得接受跳跃型捆绑销售 说完了配置复杂的MacBook Pro 接下来就是轻松很多的MacBook Air了 MacBook Air一共有三款可选 分别是搭载了M1处理器的MacBook Air 13 搭载M2处理器的MacBook Air 13 以及尺寸更大的MacBook Air 15 首先第一款肯定是不推荐的 它用的是远古时代的模具 看上去售价好像挺便宜 可以让预算不高的消费者体验苹果笔记本 但实际上各方面的配置都是盖中盖 如果你想把它升级到主流配置 比如说16GB内存加上512GB固态硬盘 升级费用又特别贵 所以说这台电脑直接PASS 完全没有购买价值 然后是搭载了M2处理器的MacBook Air 13 这才是最正统的苹果轻薄本 适合那些看中苹果工业设计实力的高净值消费者 身为一款面向移动办公影音娱乐的笔记本 标配8GB内存 嗯 哎呀 我退一步吧 也不是不能用啊 但是如果你想用久一点 或者说有一些日常的短视频剪辑游戏需求 那我肯定是建议你升级到16GB内存的 条件允许的话 你甚至可以加1000元升级到10核图形处理器 不过这个不强求啊 还有就是充电器了 Air标配的充电器是不支持快充的 需要的话可以加钱升级 但我觉得对于MacBook Air 13来说 不升级也行啊 毕竟便携性的重要性更高嘛 好 那最后就是刚发布没多久的MacBook Air 15了 这或许是仅次于MacBook Pro 16最冷萌的苹果笔记本了啊 因为Air代表轻薄嘛 15英寸又限制了便携性 这左拉右扯的让这台电脑的定位很尴尬 那么什么人适合买MacBook Air 15呢? 前段时间先看评测的利海在微博上问了 MacBook Air究竟是买13英寸好还是15英寸好? 我个人的观点是看出行方式 如果你以专车、自驾、商务舱、金卡休息室、 五星级酒店等高端出行为主 甚至有助理帮你提包 那可以选择大屏15英寸 大屏幕工作效率更高 娱乐体验更好 可如果你虽然很有钱 但出行比较节俭、低调 以挤地铁、公交车、经济舱、高铁二等座、 后机大厅等小桌板小空间为主 那建议还是买13英寸 大屏笔记本伸展不开 好了 看完了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各位是否对苹果的MacBook有更精确的理解了呢? 在我看来 苹果在笔记本电脑领域是很贵的品牌 除了那些人傻钱多的冤种 正常人都应该捋清楚自己的实际需求 选择适合自己的MacBook 这样才能让电脑真正在工作和生活中帮到你 OK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还请给我们点赞、收藏、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对笔记本电脑感兴趣 那非常推荐你关注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还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也可以关注一下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笔记本电脑 交流买本性得 帮助电脑小白 支持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